嗨大家好,我是苏苏 今天我们来看科幻电影《杀戮都市》 即将去参加面试的玄野记 在地铁里遇到了小学同学加腾胜 而此时,一个喝多的男人不幸跌落铁轨 加腾胜随即挺身而出 而眼看列车就要进站 他便向不远处的玄野记求助 害怕危险的玄野记则选择视而不见 于是加腾胜只能用一己之力将男人救起 而眼看加腾胜无法爬上站台 于心不忍的玄野记终于伸出了援手 可加腾胜由于用力过猛 直接将他拽下了站台 两人也随即遭到了列车的撞击 但他们却没有迎来死亡 而是出现在了一个神奇的房间内 这个房间里已经有了几个陌生的男人 另一边则放着一颗巨大的黑色圆球 由于出口全部被锁 玄野记与加腾胜便聊起了刚才被撞的经历 一旁的众人听闻则告诉他们 这里所有人都有着死亡的经历 就在大家疑惑之时 黑球突然射出一排射线 一名赤身裸体的少女也随即被打印了出来 旁边的黑道人士本想轻薄这个女孩 幸好加腾胜即使挺身而出 对方才没有得手 似乎是人员已经到齐 黑球上开始有文字浮现 他告诉众人 大家已经死亡 现在每一个人的命都属于他 想要回去就必须替他消灭冲心人 接着黑球随即弹开 里面不仅有着写上名字的箱子与各种装备 还有一个与球体共生的男人 虽然箱子里的警声音有些奇怪 但在浴室割腕自杀 被复活时全身赤裸的案本还是穿上了黑衣 此时 悬眼机发现 一旁漠不作声的男孩 似乎早已穿上了警声衣 但他还没来得及多想 众人的身体便开始从房间内消失 并很快来到了东京深夜的街道 就在大家疑惑之时 一直身着警声衣的阿西告诉众人 他们其实没有死 这只不过是一场虚拟实景的真人秀 只要杀死了冲心人 就能领到十万美元的奖金 看着不远处正瑟瑟望向他们的右小冲心人 千千眼开的黑道人士便带人追了上去 并将对方堵在了一间车库 加藤圣本想阻止他们 可他的反抗只是徒劳无功 冲心人很快就被消灭 但这时 众人身后突然传来了一阵异想 孩子的父亲 成年冲心人终于出现 而他才是黑球的真正目标 成年冲心人力大无穷 反应敏捷 他很快就用力爪将这些凶手瞬间绞杀 就在冲心人把加藤圣逼出车库 准备动手时 案本突然冲出 一下就将冲心人撞飞 此时众人才发现 紧身衣竟然是一套战服 穿上它 就能拥有强大的防御能力 而眼看冲心人从瓦砾中起身 躲在一旁的悬野技便准备穿上战服 可让他意外的是 战服并没有与他一起转移 危急时刻 墙角处突然射出了几枚定位器 将冲心人牢牢固定在了原地 接着 解除了隐身功能的阿西便出现在众人面前 并很快干掉了冲心人 之后 众人回到了黑球所在的房间 由于被冲心人攻击的林木大叔没有死透 他也再次被黑球复活 而阿西因为成功击杀了目标 只有他获得了5分的奖励 此时 众人才发现 阿西已经有了79分 阿西则告诉大家 黑球是高等智慧生物 送给人类抵御外星人侵犯的武器 它会复活死去的人类 然后下达消灭外星人的任务 在任务中 击杀目标可以获得相应的分数 而不幸战死的人类 则将永远死去 看着黑球上满屏的死亡名单 大家都对阿西的隐瞒与欺骗无比愤怒 但这时 黑球突然射出一道白光 当悬野机再次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家中 之前所发生的一切仿佛就是一场梦 可地铁内张贴的告示却表明 他与加藤圣却是一杯列车所撞 带着满腹的疑惑 悬野机又来到了昨晚发生战斗的地方 这里留下了当时打斗的痕迹 但尸体与血迹却被完全清理干净 此时 同样深感疑惑的暗本也来到了这里 而由于害怕 暗本随后便借助到了悬野机家 悬野机本以为自己厌服不浅 可他很快发现暗本早已方心暗许 而那个人就是帮过暗本的加藤圣 此时的加藤圣被噩梦惊醒 看着一旁熟睡的弟弟 他以为这只是一场梦 但加藤圣很快就与众人一起被传回了黑球所在的房间 而房间内还多了几名新入选的人类 黑球则随即显示了新的任务目标 喜欢收集收音机的田中心人 因为有了前车之鉴 加藤圣与悬野机便赶忙让其他人穿上箱子中的战服 可还来不及弄清情况的一老一小 却被传往了黑暗的停车场 在那里 孩子不小心撞掉了田中心人最爱的收音机 这导致他与奶奶一起被杀死 阿西原本一直躲藏在附近 准备找出外星人的破绽后再行动 可田中心人却直接用激光炮击中了隐身的阿西 接着 阿西又被田中心人撞入了地下停车场 而由于战服的损毁 阿西随即就失去了防御能力 加藤圣剑撞随即上前帮忙 在战服的加强下 力量惊人的他很快就将田中心人挤晕了过去 可身受重伤的阿西已经无力回天 他只能在临死前嘱咐悬野机 早日攒够100分让他复活 但就在众人以为战斗已经结束时 田中心人却再次站了起来 并开始对众人发起了更为猛烈的攻击 幸好大家有战役的保护 他们才能勉强应战 而在战斗中 一直受到攻击的玄野剂却被点燃了怒火 原本贴身的战衣也随即膨胀了起来 战斗力得到增强的他迅速开始还击 并在田中心人准备启用激光炮时 提前将敌人彻底消灭 虽然爆炸也让玄野剂身受重伤 但黑球倒计时结束的瞬间 玄野剂依然存活 所以他很快就安然无恙回到了黑球所在的房间 这场战斗玄野剂获得了7分 而随着黑球的说明 他们发现只要拿满100分就能兑换奖励 他们可以选择消除记忆并获得解放 也可以让一个死去的人类复活 之后 玄野剂再次从家中醒来 他发现自己竟然身着战俘 于是他迫不及待地开始检验战俘的能力 在战衣的帮助下 玄野剂可以轻易跃上半空 然后稳稳落下 可就在他想要突破极限时 暗恋他的同学小岛打来了电话 并约他一起欣赏自己绘制的漫画 看着漫画中成为超级英雄的普通少年 玄野剂不由地想到了自己 他自信的样子也让小岛更加的崇拜 另一边 暗本以环外套为由再次找到了加藤圣 聊天中 他还得知 加藤圣曾经为了保护弟弟 杀了自己的罪鬼父亲 并因此进了少管所 而现在还未成年的弟弟 依然需要加藤圣的照顾 所以他必须攒够分数 获得解脱 之后 众人再次受到了黑球的召唤 虽然这次的目标是体型巨大的佛像星人 但此时的玄野剂 却有了成为超级英雄的野心 自信心爆棚的他 随即就带着还有星人的队伍 来到了任务地点 而在博物馆的门前 一名新手将一座巨大的青铜塑像 轰成了碎片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这些铜像就是佛像星人 佛像星人很快就向队员们发起了攻击 一个女孩随着僧侣逃进了博物馆内 玄野剂则让加藤圣带着队员们离开 自信的他决定独自应战 他伸手绞节的穿梭躲闪 并凭借一己之力消灭了巨大的外星人 可就在玄野剂等待着黑球的传送时 躲进博物馆内的女孩却满身嗜血地逃了出来 看着女孩痛苦地死去 他们瞬间意识到 刚才那两个佛像星人并不是真正的目标 于是一行三人警惕地进入了馆内 并发现了已经被杀死的僧侣 而他们真正的目标居然是一尊牵手观音 玄野剂由于轻敌 很快就被对方乱箭攻击 倒在了血魄之中 他的重伤让其余两人始料未及 再替玄野剂继续战斗 可他根本不是牵手观音的对手 案本为了保护他 也不幸死在了牵手观音的乱箭之下 加藤圣一直都明白案本对他的心意 内心的悲伤也很快被愤怒所取代 他随即拿起了脚边的长刀 再次冲向了牵手观音 可在牵手观音的攻击下 加藤圣很快就倒了下去 而由于人类先开始猎杀佛像星人 所以一心想复仇的牵手观音便决定将队员们全部杀光 危机时刻 玄野剂挣扎着爬了起来 他利用顽强的意志力启动了战衣的辅重能量 并再次冲向了牵手观音 可他并没有练战 而是捡起武器 举枪对准了追上来的敌人 牵手观音则将所有长剑护在胸前 而随着长剑的碎裂 牵手观音手中的一尊小佛像也滚落在地 但小佛像却不断长大 并很快撑破了博物馆的房顶 玄野剂只能利用自己小巧的身躯 躲过了佛像的第一波攻击 此时炎炎一息的加藤圣又将手边的武器扔给了玄野剂 这让玄野剂如虎添翼 他很快就打烂了佛像的一条手臂 可发动最后一击的玄野剂却被佛像吞入了口中 就在众人以为他命悬一线时 在佛像口中一顿乱射的玄野剂 竟然打爆了佛像的头颅 彻底结束了战斗 之后玄野剂带着灵木大叔等人回到了房间 他也获得了13分的奖励 可他却没有等来加藤圣的回归 看着加藤圣与案本出现在了死亡名单上 玄野剂无比沮丧 幸好小岛的表白点亮了他绝望的灵魂 玄野剂也决定担起照顾加藤圣弟弟的责任 并代替死去的朋友们继续战斗 因为玄野剂坚信 只要获得100分 加藤圣就一定可以再度活着回来 好了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别忘了点赞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